首相拿督罪纳吉今天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进行了马兴第六次双边会谈 马兴高速铁路计划成为两国领袖的会谈重点 李显龙宣布马兴高铁终点站将建在豫朗东 另外由于高铁工程复杂 纳吉和李显龙认为原定2020年完工的工程日期必须重新评估 纳吉昨天起一年两天访问新加坡 与李显龙探讨马兴双边合作关系和发展进度 李显龙今天与纳吉进行一个小时的非正式会议后宣布 新加坡政府选定豫朗东为高铁计划的新国终点站 而纳吉已在去年宣布马兴高铁我国终点站将建在新街场 另外基于高铁工程的规模浩大和复杂 两国领袖都认为必须重新评估竣工日期 这也意味着马兴高铁可能不会在原定的2020年通车 完整的工程时间表预计将在今年底出炉 实际上,实际上,实际上,这个设计是一个很 complex的设计 它有很多的设计它们的设计 它们的设计很深刻的设计 但在同时的设计很深刻的设计 一旦全程330公里的高铁建成 民众穿行手都和新加坡的时间将缩减到90分钟 另外,新加坡将在明年底 在乌兰特大市关卡落实摩托车骑士自动通关系统 提高通关效率,舒缓交通流量 马兴政府从2010年开始 每年轮流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